好来我们来看这个lift force ok lift force这一边呢 呃我们通常讲到lift force的时候我们就会想到那个飞机 然后飞机呢它的旁边的这个翅膀这一边呢 那机翼呢ok它就会有那个lift force 导致它能够把整个飞机提上来 然后飞机自己本身有weight 然后我们还有trust就是它的force produced by the jack engine 让它向前 然后它还有drag off air resistance that opposite movement 这样ok so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的这个lift force一定要大过它的weight 这样它才能够把这个飞机举上来 然后它在这一边就有讲effect of lift force on a ping pong ball ok正常的情况之下呢 你可以去youtube找那个影片 然后它很多是导反过来的 就是说它的那个ping pong ball是向上 而不是就是它那个空气或者是水是向上的 不是向下的 ok 然后它也是能够让那个ping pong ball去被举上来 然后为什么它能够被举上来呢 因为呢在这一边它旁边左右这两旁的那个velocity呢 是比较大的 所以它pressure会比较小 所以它就会被举上来 ok 然后它周围的pressure就比较大 同样的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有飞机的这个ge ok so 它production of lift force by the aero field ok 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看到啦 就是说 嗯 它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那个空气从前面 这一边这样来 去到后面这一边嘛 对啊 然后我们知道speed是什么呢 我们知道speed是distance over time so 你可以看到就是说它走这一边的时候 下面这一边的时候 它的走的distance比较小 这一边呢 它distance比较大 然后它从前面来到后面的时间是一样的 so 如果我的time 是一样的情况之下 然后我的distance 增加 所以上面的distance比较大嘛 然后它的speed 就会 比较 增加咯 所以它上面的这一些呢 它的velocity比较大 然后下面的velocity比较小 Bernoulli-Bincipio讲呢 它的velocity大的情况之下呢 它的pressure就小 然后它的velocity小的话 它pressure就大 所以pressure大的会推它上去 ok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 那飞机就能够呃 飞起来了 ok 好 嗯 ok